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前世 赵莉莉偷穿我衣服 故意沾血把艾滋传染给我 在宿舍卫生检查时 学生会从我床上找到一瓶药 他们脸色大变 你得了艾滋 为什么要瞒着学校 我为了自证无辜 主动去医院检查 却被查出HIV阳性 背后 我听现赵莉莉哼笑一声 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建重 凭什么能得到保研的机会 再次睁眼 我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和室友们准备去吃饭 下楼后突然忘记带东西了 宿舍长一拍脑袋 懊恼道 差点忘了 我得问一下莉莉想吃什么 她俩向来玩得不错 这次赵莉莉生病 她着急得不得了 推开宿舍门 我们三个呆愣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赵莉莉穿衣服穿到一半 而露出来的小黄鸭三角 正是我本人的 她看到我后 眼神有些躲闪慌乱 强笑着跟我们打声招呼 不是去吃饭了吗 怎么回来了 赵莉莉面色红润 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 我静止走到赵莉莉面前 疑惑道 莉莉 你为什么要穿我的衣服 什么 赵莉莉咬着唇 做出一副惊恶的模样 她连忙向我道歉 房间里太暗了 我可能是穿错了 不好意思 我把钱转给你吧 宿舍里拉着窗帘 光线透不进来 显得有些昏暗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平日里 大家洗过的衣服 都在阳台上搭着 偶尔穿错也很正常 毕竟莉莉生病了吗 宿舍常自顾自己的赵莉莉 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李纯却不这么想 目光打亮着赵莉莉 然后翻了个白眼 她说这话谁信啊 生病了又不是眼瞎了 自己贴身衣服 长啥样都不知道吗 李纯家里条件不错 人也大方 就是脾气有些暴 因此谁也不敢惹她 你 赵莉莉气得眼眶都红了 眼泪要掉不掉的样子 简直像个可怜虫 算了 莉莉都说 不是故意的 我大方的笑了笑 直接把这件事撇过去了 出了这种事情 大家都懒得在下楼了 我刚刚坐上床 李纯顺势狠狠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吃痛得熬了一声 干嘛打我 她恨铁不成钢 骂道 你圣母玛丽亚 手激动的一声 我一笔转账后 猛地抬头望向李纯 您的账户 您的账户XXXX 现收款2000元整 李纯对我冷哼一声 把被子盖到了头上 我立马把钱退了回去 她突然弹坐起来 怒气冲冲地爬上我的床 差点把我吓死 我真不要 你是第一个敢拒绝我的女人 哼哼 我喜欢 李纯邪魅一笑 伸出手开始挠我痒痒 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整个人像条翻滚如洞地去 最终 在对方的淫威下 我勉强接受了 第二天 我在官网上买了羊毛线 成为了兢兢业业的织女 这就暂且不提了 赵莉莉洗干净还给我后 我果然看到 里面沾上了微微星红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很难发现 我当着她的面 把裤衩扔进了垃圾桶 这一幕 被所有人看得 一清二楚 赵莉莉缩在被子里 发出闷重的哭泣声 室友们面面相去 一脸的尴尬 吓扑睡觉的李纯 一脚蹬在她床板上 暴躁道 好丧啊你 能不能小点声 宿舍里瞬间鸦雀无声 我侧着身子躺在床上 感觉到某人用眼睛死死盯着我 恐怕她也想不到 为什么我们会提前回到宿舍 我重申回来 已经半月有余 回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我妈打了通电话 电话拨通的那一瞬间 我带着哭腔 喊了一声 妈 我想你了 吓得她连夜坐火车 跑来首都找我 我当即带着她 去做了个胃镜 医生指着 胃部影像的阴影处 神色有些凝重 胃癌早期 你们来得很及时 现在最好马上进行手术 妈妈尴尬地笑笑 问道 吃药能好吗 我握着她粗糙的手 心里有些发酸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妈妈独自抚养我长大 很多人劝她再嫁个人 可她宁愿多打几分工 也不愿意我受委屈 前世我得了爱滋后 学校把我开除 小包记者追着我采访 许愿 你为什么要出去玩 得了病是什么感觉 你后悔了吗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 猛地捶自己的脑袋 面目扭曲地盯着他们 我没有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妈妈用棍子驱赶了这群人 然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安抚 乖乖 妈妈知道你没有 面对所有人的厌恶 只有妈妈始终相信我 像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 就应该进猪笼 我要是有这种闺女 一出生就该掐死 她怎么不去死啊 她笨拙地用着智能手机 只要看到攻击我的言论 就会一字一句跟对方解释 有用吗 没用的 他们只愿意听那些刺激的 不会想知道事情真相 妈妈身体有些勾搂 她悲哀地看着我 眼泪一滴滴流下来 狠狠砸痛了我的心 也彻底把我砸醒了 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 妈妈带着我远走她乡 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中住了下来 我慢慢走出了这段阴影 妈妈却突然呕出一大口黑血 晕了过去 送到医院后 一生无奈地摇了摇头 胃癌晚期 没办法了 她跟我说如果能早半年送过来 有很大代理能治好 我回想起曾经的过往 强行忍下了泪意 这次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妈我有钱 你别担心 拿出手机后 我给她看了看卡里的余额 妈妈愣了愣 欣慰地笑了 我女真有本事 长大了 赚钱了 重生回来后 我第一时间去淘了学姐的二手电脑 我捡回了上一世的职业 作为艾滋病携带者 我尝试着写网路小说 似乎有些小天赋 很快就赚到了钱 我将曾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又重新写了一遍 顺利签约后 对方立马给我回了一笔钱过来 足够妈妈的手术费用了 我去楼下缴费 意外陷到赵丽丽的身影 她蜷缩在椅子上 死死攥着手里的诊疗单 脸色非常难看 我笑隐隐地走了过去 突然大喝一声 莉莉 她浑身一抖 吓得脸色纱白 看到是我后 连忙将诊断单藏到了身后 照莉莉声音颤抖 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许愿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陪我妈看病 我看着她旁边的纸袋子 上面有写相关的科室和大夫 你呢 普通小感冒而已 正当我假意伸手拿时 她猛地站起身 将纸张胡乱塞进包里 她脚步匆匆 背影僵硬慌忙 像是有狼在追赶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上一世 照莉莉意外得知 我被保炎 故意把艾滋传染给我 害得我被学校退学 仅仅得了各一页证书 原来 她是在这个时候染上病的 因为我不清楚具体时间 最近神经一直绷得很紧 它是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害死宿舍的所有人 刚开始 我隐晦地提醒室友们 集体去做个全身体检 那所医院刚好在搞活动 一起去呗 所有人都不以为然 爸妈给我的生活费都要花完了 哪来的钱去体检啊 李纯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他挥了挥手 爸祈祷 姐妹们 你们的体检费我包了 我差点哭了出来 恨不得叫他一声好爸爸 他责了一声 嫌弃地看着我 叫什么爸爸 叫大姐头 大姐头 李纯都发话了 室友们自然是没有意见 所有人的检测结果出来后 我看了看赵莉莉的检测报告 只是有些营养不良 我并没有放松警惕 反而时刻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 恐怕赵莉莉上一次还在潜伏期 并没有测出来 这次陪妈妈来看病 居然撞上了 我故意跟赵莉莉打招呼 为的就是让她忌惮我 让她整日在惊慌中辗转反侧 在一日日的惶恐中 她一定会恨我入骨 找机会对我下手 还是让这个定时炸弹 掌控在自己手里比较好 这样 其他的室友至少还是安全的 之前李纯已经带我们体检过 这个借口用过一次 再用就不合适了 从开始码字后 我除了去上课 时常待在宿舍里 赵莉莉时不时偷看我一眼 表情阴沉怨毒 活向我刨了她家祖坟 她敲了敲我床上的栏杆 愁出了半天 最终还是问了一句 许愿 那天你在医院 是不是看到了 什么 你说明白一点 我手指在键盘上飞舞 眼睛依旧盯着荧幕 你在医院看到我的那次 赵莉莉说完后 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突然笑了一声 哦 不是说小感冒吗 我这声笑 似乎踩到了赵莉莉的尾巴 她脸色骤然大变 像是刷了层白油漆 又像是刷了层红油漆 五彩斑斓的 实在是有意思的很 最终 赵莉莉一句话都默说 默然离开了 见火候差不多了 我掏出密码锁 把容易染上性病的私人用品 全部锁进了柜子里 昨天李纯提议 一起出去吃饭 赵莉莉捂着肚子 装病因为用力过猛 表情显得有些扭曲 她说她肚子疼 就不去了 我故意给自己 买了新的衣服 作为唯一挂在 靓衣架上的东西 赵莉莉没理由不出手 好不容易把我们送走后 赵莉莉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 乃成想 被我们杀了个回马枪 李纯冷嘲一声 把私人用品都收一收哈 不然某人又趁我们不在 偷偷用我们的东西了 宿舍常有洁癖 她甚至把所有的私人用品 换成了新的 像我一样锁进了柜子里 赵莉莉不可思议地愣了愣 突然眼眶一红 哭着跑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辅导员敲了敲我们宿舍的门 你们怎么能排挤同学 我忍不住吐槽 老师 你愿意把你的衣服 给赵莉莉穿吗 她瞬间压住了 半上才找回自己的语言 赵莉莉同学也不是故意的 大家要一起生活四年 要互相包容 辅导员喋喋不休 赵莉莉缩在她后面 默默捶泪 李纯有些不耐烦了 她可以换宿舍 我们不拦着 不行 赵莉莉哭着摇头 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却被眼尖的李纯看到了 李纯张嘴刚想要喷人 我立马帮她捂住了 事后 她带着我找了个隐秘的地方 你什么意思 我小心翼翼地捏了捏她的手 讨好的笑了笑 赵莉莉最好把全部怒火发泄在我身上 我最最不希望李纯因此受到伤害 我想让你搬出去 李纯表情微变 垂着的手紧紧握成拳 突然呵呵一笑 算我眼瞎 她甩开我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紧绷的身体瞬间松下来 用手擦了擦眼角 微微弯起了唇角 赵莉莉身上的事 不能让李纯知道 她是个极恶如仇的人 心里又藏不住事情 一旦被她知道 一定会闹得人养马翻 赵莉莉苟急跳墙 只不定会掠过我 提前对李纯动手 我带给李纯一丝一毫的风险 我赌不起 前世 其实我和她关系紧 限于室友 但在我出事后 李纯是第一个选择 维护我的人 却因为维护我 遭到了全校人的嫌恶 他们指着李纯的鼻子骂 许安去了不干净的地方 你生事也跟着去了 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 去死去死去死 李纯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某天夜里 宿舍里的人闻到血腥味 李纯手腕上 有一道很深的口子 涓涓腥红的血液 从伤口涌出 学校连夜送她去了医院抢救 差点没抢救回来 李纯的父母为她办了休学 我的向日葵枯萎了 全都是被我害的 她太耀眼了 大方自信 为人仗义 爽朗又不拘小节 这样的人不应该被我牵连 现在回归原点 一切都来得及 后面 李纯又找了我几次 每次都被我气个半死 最终眼不见心不凡 真的搬去了别的宿舍 只有等明年的新生入学 才可能会有人住进来 每天依旧是皮笑若不笑的 跟赵莉莉相处 还没等对方再次发威 我上一世的男朋友找上门了 此时我正在食堂吃饭 陆黎沉着脸将我桌子拍的震天相 卫石魔不回我消息 我咽下一口炒饭 疑惑道 我们不是分手了吗 陆黎怒气冲冲 谁踏马跟你分手了 老子允许了吗 她藏着一张俊脸 身上皆是名牌衣服 而我 穿着四十块的衬衫 六十块的鞋 吐得不能再吐了 这种阶级上的沟壑 注定两个人的三观 永远不在一条平行线上 我突然笑道 你藏得真好看 陆黎微微一愣 耳朵突然红了起来 她表情别扭 支支吾吾的 活向了小媳妇 可是 我缓缓道 怎么就长了张嘴呢 她表情从羞涩转位暴怒 下意识把我的餐盘先飞出去 此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俊俏男人 刚好带着人经过这里 我手急眼快 用外套替她挡住了 脏鱼的油渍 周围人瞬间被我的操作惊呆了 有些同学甚至鼓起了掌 男人哑然一笑 微微向我点头 谢谢你 我摇了摇头 指着地上掀翻的盘子 这是我的午餐 这西装面料很好 一看就是手工定制的 没有几十万 估计拿不下来 妈妈的手术费 刚交了一部分 我的钱包 暂时就不起折腾了 一旁的陆黎却愣住了 她磕磕巴巴地打声招呼 欲齿先生 她文言望向陆黎 轻醋眉头 语气有些低沉 十九岁了 还是这磨毛毛躁躁 你父母工作也不容易 多少体谅他们一下 我看着这一幕 觉得很是稀奇 陆黎缩着脖子 半句都不敢反驳 差点把自己埋进地里 简直跟老鼠像个猫一样 趁着对方教训陆黎的时候 我偷偷摸摸地站起身 准备撤离这个战场 请稍等一下 浴池先生将我叫住 然后抓着陆黎的后领子 低喝一声 给她道歉 凭什么 陆黎有些不服气 是她先跟我分手的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真心话大冒险 好玩吗 陆黎猛地瞪大眼 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 对方和我交往 并非是什么王子爱上灰姑娘 出现一线钟情的戏码 陆黎玩又戏书了 我就成了那个倒霉蛋 在我被传染爱之后 她在校园网 把我从头到脚批斗了一遍 许愿物质虚荣 如果她要脸 当初就不会答应和我交往 幸好没跟她在一起 差点把我给恶心吐了 陌生人的语言 攻击我尚且能忍受 唯独陆离 作为我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人 她的画像一把尖刀 狠狠搁在我心脏上 我痛得无法呼吸 感觉胸口破了一个大洞 鲜血淋漓流离一地 想问问她 为什么要这魔对我 她眼神厌恶地看着我 吃笑道 玩玩而已 你还当真了 要不是大冒险输了 我能跟你这种恶心的女人交往 想到这里 我厌烦地摆了摆手 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这种小孩过家家酒的游戏 到此结束吧 陆离张了张嘴 刚想说话 我脸上彻底挂不住笑了 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你也最好别来烦我 不然 我会忍不住揍她一顿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 是出版社打来的电话 我连忙接通电话 应了几声 情不自禁露出大大的笑容 好的 我马上就去 出版社约我谈合作 只要顺利下去 妈妈手术剩下的尾款 立马就能打给医院 喂 话还没说完 你不准走 陆离怒了 她准备拦下我 却被玉池先生一把拽住 我向她道了一声谢 急匆匆地往校外赶去 来到出版社后 负责人把合作相关的内容 载载细细跟我讲了一遍 事必后 她伸手于我向握 我们相视而笑 合作愉快 负责人送了我一些礼物 一路将我送到出版社门口 一辆低调高车的商务车 突然在我们面前停下来 郑总 负责人挂出职业微笑 连忙打开车门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男人下车后 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我也愣住了 这位郑总 分明就是三小时前才遇到的人 负责人连忙介绍 郑总 这是来跟我们出版社谈合作的许小姐 魏池正眉眼弯了弯 眸中盛满笑意 您的作品我有看过 非常的出色 我被他夸得脸一热忍不住勾起嘴角 不愧是成功人士 说话就是好听 简单跟他聊了几句 我就找借口准备离开了 让我司机送你回学校吧 我正准备拒绝 他像是猜到了我的想法 郁池正眉子暗淡 声音带着一丝歉意 陆家是我的示娇 他对你做了这模过分的事情 也是我这个长辈疏忽了 我摇了摇头 教育失格 这是父母的责任 而不是示娇长辈的义务 郁池正失笑道 居然被小孩子教育了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他只比我大了六岁 更何况 我还是重生回来的 最终 实在拗不过郁池正的好意 我搭上了对方的顺风车 不然 他会用一种可怜巴巴的表情 看我 一个大老爷们 而装可怜 我真心受不了 果然是诡计多端的商人 为了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 无所不用其极 示弱也是手段之一 司机将我送到离学校不远处的地方 我道了声感谢 然后对郁池正挥了挥手 他还笑点了点头 去吧 目送他们离开后 我一扭头 就看到了李纯 他站在树旁偷偷看我 眼里含着紧张和担忧 被我发现后 李纯哼了一声 扭头离开了 我做出西子捧心状 忍不住扬起笑意 我的向日葵太可爱了 手头上的事情都解决后 我把重心放在了赵莉莉身上 买了很多相同款式的私人用品 比如浴巾或者牙刷给对方一个害我的机会 约莫半个月后 学校通知卫生检查 届时负责老师和学生会会对整栋宿舍楼扫荡 这原本是个很常见的事 但在学生床上搜到抗艾滋的药 就显得非常可怖了 前世 赵莉莉故意把艾滋病传染给我 还趁检查卫生的时候 把自己的药瓶扔到了我床上 学生会搜到这瓶东西的时候 还好奇地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 我愣了愣 刚想否认 旁边的老师突然怒吓一声 这位同学 你得了艾滋病 为什么不报告给学校 在场的所有人 无意不用惊恐地目光看我 大家纷纷后退几步 仿佛我像个怪物 我宛如跌入寒枯 色缩着身体 连连摇头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李纯皱着眉 替我说话 怎么可能 这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有没有搞错 去医院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一旁看戏的赵莉莉突然开口了 她拍了拍我的肩 依旧像往常一样亲密 许愿你别怕 这肯定是误会 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连连点头 感激地看着李纯和赵莉莉 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 赵莉莉扑斥一笑 那笑容多磨的意味深长 当然啦 咱们是好姐妹吗 学校带着我去做筛查 结果却让我彻底崩溃了 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我西记又哀求着老师 哭道 老师 求你了 再查一次吧 老师不忍地偏过头 叹了口气 答应了我的请求 做了两次筛查 很明显我得病了 学校里出了个患者 引起了全校失声的恐慌 校园帖出现了个重办罢 羞辱我的言辞 宿舍也因为我发生了争吵 赵莉莉把我的东西 全部扔到地上 李纯健壮 跟她大吵一架 她不是那种人 肯定是有人陷害她 宿舍长眼里带着恐慌 颤声道 不管有没有被陷害 事实证明 许愿确实是戈艾滋病 赵莉莉眯起眼 突然道 李纯 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 难道你也 够了 我在门外听了半天 红着眼走了进来 我已经办好退学手续了 让我收拾一下东西 赵莉莉扯了扯嘴角 笑道 那你动作小心点 千万别把我们传染了 宿舍长沉默半上 再也忍不下去 连忙扯着赵莉莉 离开了宿舍 我忍着眼泪 垂下头收拾地上的东西 突然 一张纸巾递到我面前 擦一擦吧 哭得太丑了 看着李纯担忧的样子 我心里的委屈再也憋不住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抱着双膝 无声地嚎啕大哭 她凑近我 想要给我擦眼泪 却被我躲开了 我哽咽道 脏 不脏 李纯用手擦了擦我脸上的泪 大不了我打个阻断计 我似哭似笑 撒娇道 把我的感动还回来 李纯帮我把东西收拾好 笑道 许愿 你一直都很坚强 不要让我失望 我拉着行李箱 一步三回头 她向我挥了挥手 我们还会在线的 半年后 我听到李纯自杀未遂的消息 我再次拖着行李箱 回到了让我深受恐惧的城市 站在李纯病房门口 我放了一束向日葵 然后离开了这里 我永远没有资格去献她 转眼到了卫生检查的这天 看着对面下铺那张空荡荡的床 我再次庆幸自己所做的决定 把宿舍打扫干净后 我故意找借口 离开了半个小时 回来摸了摸自己枕头下面 果然发现了一瓶药 直到学生会来查请 赵莉莉难掩激动的表情 看着他们一点点的搜查东西 老师 这里有一瓶药 学生会成员将我枕头下的药 递给了巡查老师 这一事 在我的刻意引导下 赵莉莉对我积攒了很多怨恨 从那瓶药线事实 她立马惊恐地叫了一声 老师皱起眉头 不满道 你在叫什么 赵莉莉害怕地看了我一眼 颤声道 老师 这不是抗艾滋的药吗 她整个人激动不已 指着我的鼻子弄骂 你得了艾滋病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赵莉莉接二连三的话 把在场所有人都镇住了 如同前世那般 看热闹的同学们聚了一大圈 他们听到赵莉莉的话后 纷纷用震惊 贤恶的表情看着我 我只是笑了笑 不做任何解释 一时间 寝室内寂静无声 老师一脸茫然 问赵莉莉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赵莉莉咬着唇 眼里含着泪 老师 您是想包庇许愿吗 老师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这位同学 你最好想清楚再讲话 好 赵莉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拿出了一张照片 大家纷纷凑了过来 看到一对男女举止亲密 像是在拥吻 我简直被气笑了 这是玉池正送我回学校的时候 不知怎地被人借位 拍成文照 赵莉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她大义凛然地指着我 许愿 你被人包养了 还把脏病带回了学校 现在认证物证都有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挑了挑眉 好心提醒她 需要我再做个性疾病筛查吗 赵莉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突然有人打断了她的幻想 维生素C复合片 有人偷偷瞄了眼药瓶 一字一句地念叨 一位同学拍了拍脑袋 恍然大悟 这个维生素片老好了 我室友也在吃 我说这瓶子咋这么熟悉呢 赵莉莉一把夺过药瓶 看到上面的字后 瞬间瞪大了眼 不可能 她倾斜药瓶 把药粒撒得满地都是 突然 身后的学生喊了一声 老师 你看 赵莉莉扭头一看 脸色瞬间煞白 眼里布满惊恐和慌乱 她瞬间将对方手中的东西夺走 然后扔出了窗外 卧槽 谁他妈高空抛物啊 差点把老子砸死 下面一个学生怒吼 学生会的人 立马从寝室冲了出去 老师脸色彻底黑了 她脾气再怎么好 也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赵莉莉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 先是诬陷同学的艾滋病 现在你又把什么东西扔了 那个学生连忙道 也是一瓶药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就背 赵莉莉垂着头 半天都不肯讲话 只是她再拖延也没用 学生会已经把药捡回来了 老师是必妥为 学姐一脸凝重地 将药递给老师 赵莉莉浑身颤抖 然后瘫倒在了地上 有个女孩想把她扶起来 却被人连忙呵止 别碰她 那人艰难地开口 脸色发白道 她才是那个得了爱字的人 众人瞬间明白过来 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赵莉莉 太狠了 居然把这种事 嫁祸到室友身上 赵莉莉突然笑了出来 这笑声尖锐甚人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她用手指着我 笑得癫狂 你的东西沾过我的血 你也完了 整个宿舍陷入一片混乱 学校一时间人人陷入恐慌 和赵莉莉近距离接触的人 更是吓得差地死过去 接触者们哆哆嗦嗦地往医院跑 好在赵莉莉的目标是我 显然她也知道 恶意散播性疾病是要被抓进去的 学校干脆组织了一次集体检测 检测人太多 要一周才能陆续出结果 我们宿舍的人则是提前被送去医院 做了性疾病筛查 赵莉莉果然得了艾滋病 而我和宿舍长逃过了一劫 面对这样的结果 赵莉莉根本接受不了 她面目扭曲 疯疯癫癫地对医生怒吼 许愿是艾滋病 她是艾滋病啊 你能受是好事啊 我内心有些操蛋 Mag 到底是谁没有功德心啊 宿舍长眼神复杂 问道 许愿 你早就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脸色苍白 声音带着怒火 我反问她 你信吗 宿舍长愣住了 她缓缓摇头 我讲道 赵莉莉和你关系不错 再加上由我来拉仇恨 她没必要害你 宿舍长笑着接过话 李纯太直了 所以你把她撵出去了 我为她竖起一个大拇指 突然 我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许愿 你这个大傻逼 说曹操曹操就到 李纯捏着拳头 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 我一个机灵 吓得窜出去鸡米远 生怕被她打死 结果 被她拽着后领子拖了回来 我怕被她打一毒 先下手未强 紧紧抱住了她的腰 飘荡不安的灵魂 在此时此刻宁静下来 我做到了上辈子不敢做的事 抱一抱她 对于艾滋病人来说 实在是奢侈又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感受着她温暖的体温 身上还带有洗液的味道 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 鲜活的 热烈的 像日葵般的女孩 很害怕吧 李纯轻轻摸着我的头 声音带着懊恼 怪我莫发现 害你一个人承担了这抹酒 谢谢你保护我 下次就换我来保护你吧 可是 你已经保护过我了 我抱着她的脖子 眼泪鼻涕沾了她一身 如前世那般 她脸上带着嫌弃 用纸巾给我擦了擦鼻涕 你搬过来 跟我一起住吧 我点了点头 屁颠颠地收拾东西搬了过去 李纯家里有钱 一个人占了毒 哎 这是你知道 她从我摊开的行李箱里 拿出已经织好的毛衣 毛衣是嫩黄色打底的 左边胸口支了一朵小小的向日葵 我准备送人 你先帮我穿上试试吧 她洋装抱怨 这段时间不在 你居然背着我交朋友了 话是这么说 李纯还是帮忙是穿了一下 果然刚好合身 我满意地笑了笑 穿上就不许脱下来了 李纯正愣一瞬 毛子骤然发亮 她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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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突然紧紧抱了我一下 然后冲出了寝室门 看 这是阿苑亲自己我织的 你没有吧 哈哈哈哈 今天天气真好 嗯 你怎么知道 阿苑给我织毛衣了 整个楼道都能听到 李纯嘚瑟的笑声 大家都骂骂咧咧的 暴躁症的人又增多了 赵莉莉被退学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校园网的学生们 也对其纷纷抵制 此时 有一道别样的声音弹了出来 如果说赵莉莉是坏的 那许愿就一定无辜吗 那个帖子弹出 我和玉池正的错位稳照 大家都知道 许愿家庭条件不好 但你们看这辆车 学生们被带了节奏 开始怀疑我是否被包养 陆里 我的前男友突然下场了 少他妈放屁了 许愿去谈工作 我师叔好心让司机送了一程 仅此而已 陆大少都发话了 别人自然是相信的 只不过 许愿到底是去谈什么工作了 当天 玉池正本人发了一条微博 恭喜风月路实现影视化 很荣幸 作者at许愿能够与我司进行合作 以及污蔑本人与徐小姐的造谣者 我司法务部 即将送您一份法院传票 卧槽卧槽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模 劝那些跟风的同学们 现在华贵道歉还来得及 在玉池正发布微博前 曾与我有过联络 男人带着博怒 声音微沉 很抱歉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我叹了口气 无奈道 您就这么喜欢道歉吗 那徐小姐愿意给我道歉的机会吗 玉池正轻笑一声 带着雌性的低唇嗓音 缓缓在我耳边响起 帝王蟹 蓝龙虾 像拔棒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却被对方听了个正主 我确实喜欢吃海鲜 当我有钱之后 这些也不是吃不起 正准备拒绝时 玉池正故作苦恼 可惜了 我不喜欢吃 那就扔了吧 别扔啊 我喊完之后 瞬间反应过来 气得我想骂人 下午我让司机去接你 玉池正说完 立马挂断了电话 啊啊啊 该死的男人 我一个左勾拳 一个右勾拳 把熊玩具的脸都垂歪了 李纯看着我发神经的样子 忍不住录了个视频 玉池正的法务部很给力 当天就查到了造谣帖子的发布人 赵莉莉 其实从这个帖子发布一开始 我就知道是对方 这些天 我一直在法学部走动 法学部的学生 有些甚至和赵莉莉直接接触过 大家都被损害了利益 自然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我们联合了几个人 准备将赵莉莉告上法庭 但预持症的法务部出手更快 以损害名誉 以及传播性疾病未有 讲赵莉莉告上了法庭 在他们操作下 他竟然被判了十几年 事后 对方法务部给这几个学法的同学 提供了实习的机会 天降喜讯啊 即将实习的学长学姐们 纷纷乐地找不着北 多年后 我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 为了收集写作素材 时不时会去别的城市考察 李纯也不再风风火火 他进入了他父亲的公司 变得更加沉稳内敛了 而预持症不知抽了什么疯 居然说喜欢我 我多次表示拒绝他 但他并没有放弃 在不被我厌烦的前提下 一点点进入了我的生活 对此 李纯意见非常大 他搂着我 对预持症挑衅道 阿苑经常跟我一起睡 预持先生没这个待遇吧 预持症额角青筋冒出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小李总 你该回去了 回神魔回 安怨在哪我就在哪 两个人争锋相对 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 李纯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通后责了一声 去忙吧 下次我给你最喜欢的烤苹果派 我安抚好他暴躁的情绪 他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人走后 预持症垂眸苦涩一笑 你都不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 我心中微微一叹 当年陆黎对我的背叛 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不敢拿自己去赌 七年过去了 为持症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也没有松口 两个人站在原地 僵持了许久 最终 预持症落寞地转身 身体微微发颤 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哽咽 我连忙将男人拽过来 却看到他眼尾泛红 双眸湿润 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行了 我答应你总行了吧 我气急败坏地道 如果将来你不喜欢我了 要直接跟我说 不要吊着我 他猛地将我抱在怀里 下巴抵在我肩膀上 哽咽道 不会的 我永远永远属于你 李纯痛心疾首 震惊复杂 所以你们在一起了 你傻不傻 万一他把你甩了怎么办 我默默把财产公正协议递给他 不论是否分开 他全部的财产都属于我 他给了我一份勇气 我想再相信一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